2019是联赛中国或半五周分战赛。 总决赛仍在南京。 中国女排获得今年赛事第三名。 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总决赛的余热还未完全消散,7月17日,中国排协在官网发布了2019年世界排球联赛公开招商公告,正式向外征集2019年世界排球联赛的承办单位。 2018年,中国内地成功举办了世界排球联赛男女各两战的分战赛和女子总决赛。 2019年,国际排联将继续在中国内地设置世界排球联赛分战赛,男女排将各设三战,比2018年多了一战。 加上香港澳门两战和南京总决赛,2019年,中国女排游望全城在中国境内进行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 官网发布招商公告的同时,也公布了三战比赛的具体日期和参赛队伍。 2019年,中国内地将承办世界女排联赛第一、三、四周的比赛。 第一周的比赛日期为2019年5月21-23日,参赛队有多米尼加、俄罗斯、中国、巴西。 第三周的比赛日期为2019年6月4-6日,参赛队有中国、意大利、日本、荷兰。 第四周的比赛日期为2019年6月11-13日,参赛队有美国、波兰、中国、土耳其。 2018年,广东省江门市承办了世界排球联赛男女排第四周的比赛。 这是江门第一次承办排球国际比赛,也是江门魁为27年后再度承办国际性三大球正式比赛。 此前一次已经是1991年女足世界杯。 而江门的国际大赛承办能力也在本次比赛中得到检验,赛事结束后,巴西女排和俄罗斯女排主帅均对江门组委会的工作称赞有加。 国际排组委员,国际牌联技术代表严翰柱表示,在第一天来江门的时候就检查了江门,承接这次比赛的所有场馆和比赛设施,发现江门最突出的特点是所有设施都非常齐全,非常专业。 承办方人士也透露,除了本年度的比赛外,还在争取申办未来几年的赛事,甚至争取承办排球联赛总决赛 宁波北伦大包承办了2018年世界排球联赛男女排的首战赛事 赛事组委会从去年9月就开始筹备,除常规组织接待工作外,赛场气氛营造,赛事前期宣传方面都力求创新 4月中旬,中国女排抵达北伦春训,北伦组委会对她们的训练,生活起居等都做了跟踪报道,并剪辑视频发布网络,让广大球迷更了解女排的现状 5月初,他们通过征集球迷在北伦观赛的故事,进一步推广本届世界联赛,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十几年来,我们培养了大批资深的,相对固定的球迷群体 北伦体议中心副主任姚波介绍说 5月的世界女排联赛,尽管是在工作日,但中国对北伦战三场比赛的上座率仍超九成,末伦的中寒之战更是接近爆满 感谢排球,让国内外球迷来到北伦,让北伦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北伦 未来,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助力中国排球发展